不止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民主党输了 接着没有想到参众两院 民主党都输了 众议院现在是非常的接近 还没有完全开票完毕 但是共和党已经过了 它所需要的多数党的地位 民主党的惨败可能是一个趋势 除非它进行很重大的转型改变 因为它很多基层选民都改投了共和党 虽然我们刚刚看到了川普 在前面我们提到 他的人事任命振进了很多人 可是民主党投向共和党的这些选民 本身并不在乎我刚刚讲的 国安团队的问题 司法检察官这些问题 他们在乎的是 我餐桌上的食物在什么地方 而Nancy Pelosi开了第一枪 第一个他对准的不是贺锦丽 是拜登 他认为拜登退选的太晚了 使得大家不得不只能提名贺锦丽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认为贺锦丽 在民主党如果通过初选制度 拜登早已经退选 他应该不会成为民主党 唯一的代表人物 甚至很可能连前五名都排不上 而Bernie Sanders认为 这是一个结构问题 不只是候选人问题 他认为候选人即使会使得选情加分 但是民主党的基层 导向共和党 是因为民主党长期偏离了他的基层 他远离了他的劳工阶级 过度拥抱华尔街 而拥抱少数 忘了多数 民主党的特征跟共和党 变成没有什么差别 甚至共和党的川普站起来 替穷人讲话 这时候民主党变成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因为富人要减碎 喜欢共和党 富人讨厌社会福利 喜欢共和党 而那些贫穷的人觉得 把制造业带回来 这是川普把他们讲的话 因此民主党输掉了这次的选举 让我们来看民主党 到现在为止自我的检讨 两个多月前 宣布退选交棒给富手贺锦丽的拜登 还是民主党人心目中的英雄 但在11月5号大选结果揭晓 贺锦丽交出了一张惨败成绩单后 她的导师拜登 立刻成为了重视之地 当初不顾多年情谊 劝退拜登的民主党大佬裴洛西 接受纽约时报专访 说出她认为贺锦丽的败选原因 虽然语气婉转 但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裴洛西就是怪拜登太晚宣布退选 裴洛西怪拜登 还有人怪贺锦丽阵营找来的助政民人 个个都是精英富豪 不懂民间疾苦 只会对一般老百姓说教 很明显贺锦丽的支持者 难以接受 政派支持平等人权的检察官 竟然输给了一个不断贬低他人 满口谎言又官司缠身的川普 民主党内外开始互相指责 想找出罪臣泄愤 但正如进步派政坛老将桑德斯所说 民主党不是输给共和党 而是输在离主要支持群的劳工阶级 越来越远 不仅劳工阶级选票流失 纽约时报分析 从大城市市郊到乡镇 四年前出来投票给拜登的选民 今年却有很多人选择沉默 以关键摇摆州 宾州为例 在民主党支持者占多数的五大郡 贺锦丽拿到的选票 比拜登2020年少了78000多张 而川普则是比上次多拿下24000张 虽然贺锦丽还是赢了这五郡 但在选情如此胶着下 只要自己少一票 对手多一票 就能翻转整个选情 根据纽石整理数据 民主党在2020年大胜的郡县 今年少了190万张选票 共和党支持者占多数的郡县 却多了120万张票投给了川普 换句话说 贺锦丽的铁票仓失血 川普却有更多心血进入 而让民主党惊讶的是 注入川普票仓的心血 竟然包括非裔和拉美裔男性等 被视为民主党传统支持者的族群 the dominance of identity politics on the left which made it push for all kinds of DEI policies that largely came out of the urban academic bubble but alienated many mainstream voters. There's an irony in claiming to be pro-Latino by insisting that people use the term Latinx only to discover that Latinos themselves think the word is weird. This kind of obsession made Democrats view people too much through their ethnic or racial or gender identity and it made them miss, for example, that working class Latinos were moving toward Trump. 扎卡利亚说民主党这次的三大败笔 除了过于政治正确或是主流 还放任左派对川普发动不必要的诉讼 加深了民众对司法体系 被用来当作政治武器的负面印象 而另一个让绝大部分选民无法接受的 就是边境管控瘫痪 即便是常年支持民主党的非裔选民 也看不下去 紐实调查发现 劳工阶级的非裔男性对现状非常不满 认为即便是民主党执政 他们的日子也没过得更好 而年轻的非裔男性则没有过往 集体争取民权的历史回忆 没有一定要投给民主党的人情压力 事实是 赫锦利阵营过于强调 保障人权 堕胎权 捍卫民主 但这些权利能当饭吃吗 总统大选败北 参众两院输掉多数党地位 民主党在选后势必得花很长一段时间 进行政党转型 寻找新领导人 几乎没有人认为 贺锦利有能力领导民主党 中东战争持续扩大 乌克兰正被美国逼上谈判桌 朝鲜半岛藏着人类第一场核战的可能 民主党却在这个时间点 除了拥护堕胎权 没有任何新主张 美国是已开发国家中 唯一没有左派政党的国家 20世纪下半夜 民主党开始把自己推向一个 和共和党差异不大的政党 在下一届总统大选前 可以预期 美国在川普上台之后 对外对内都将会动荡型的大变革 而民主党如果一直找不到好的领袖 又抓不住美国核心结构的政党主张 只会跟着川普右三拍左两拍 或是只会骂川普 民主党的示威 不会只有偶然这么一次